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婆婆对这个孩子很冷淡 是在知道周颖娘家很有钱 婆婆才对郑杰上了心 周颖是在自己嫂子的公司上班 事不多 工资也不错 而郑杰只是一家外企的普通职员 两个人小日子过得不错 既有钱感情又好 接下去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主题 生娃 两口子欢天喜地地进入了备孕状态 折腾了小半年 周颖的肚子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两个人直奔医院去做了检查 周颖知道自己经济是不怎么正常 有时候压力大 两三个月才来一次 一个月来两次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 从她开始来出巢的时候 就一直是这种情况 所以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而听完医生的警示后 她只知道一个很晦涩的词 多囊卵巢综合症 医生说了一堆 无非就是一句话 不容易怀孕 周颖觉得自己的内心 那个骄傲的城堡 有了崩塌的迹象 男人到底粗心 没想那么多 症结满不在乎的安慰周颖 多打点事 医生说了 条理好了就能还上 最重要的是心情 你看你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 条理好了你也怀不上 听老公的 不怕 有我在 周颖赶紧地看了眼正洁 还好 她并没有落井下石 从此 周颖就开始了把中药当开水喝 到处求各种生子偏方 每天跑步五公里的生活了 然而天不随人愿 一年后 周颖还是走上了 做试管婴儿的路 她不知道 如果她没有怀上孩子的话 她跟正洁 会不会还是如从前一样恩爱 因为她看得出来 正洁很想要有个儿子 只是天要下雨 男人要变心 生十个孩子都没有用 那天 她坐在阳台上看书 正洁却走拉走去 好像很焦躁不安 周颖笑着问她是在干嘛 正洁心不在焉地说 她走走路消消神 门里响的时候 正洁冲过去开门 却没有把人引进来 周颖很纳闷 于是她跟着走出来 却看到正洁 正在往外推一个年轻的女人 周颖大喝一声 你们是在干嘛 这是周颖第一次见到许婷婷 许婷婷高傲地走进来 指着自己微秃的小腹 我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正洁的 她说 只要我给她生个儿子 她会娶我的 依我看 你又生不了孩子 赶紧离婚吧 别继续祸害正洁了 她太可怜了 说吧 许婷婷自来熟地走到沙发 坐下来 翘起了二郎腿 眼斜着周颖和正洁 周颖表面镇定 其实内心一片悲凉 周颖看了眼正洁 没想到正洁 竟然给自己带来 这么大的一个炸弹 本是不小 周颖的声音有些发抖 这个贱人 说的是真的吗 正洁搭拉着脑袋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周颖等着正洁继续解释 正洁却像哑巴了一样 没了下午 许婷婷跳脚 说谁是贱人呢 周颖冷眼瞧着许婷婷 难道你不知道 正洁是有老婆的人吗 天下男人那么多 你却上赶着上来 你不是贱人那是什么 许婷婷冲上来要打周颖 无奈周颖个子高 反应快 直接把她推倒在沙发上了 正洁急忙冲上去查看 许婷婷有没有伤到哪里 周颖看着正洁的反应 眼睛鼻头发酸了 这还是自己相恋十年的男人吗 许婷婷顿时哀嚎了起来 正洁 这个死女人要杀了你儿子 你还处在那干嘛 正洁回过头对周颖责问道 周颖 是我的错 你打我骂我就好 干嘛对孩子下手 周颖看到了许婷婷 眼里嘴角那胜利的笑容 周颖觉得 男人深情不过如此 她转过身 走向电视柜 拿起了一个小花瓶 往正洁头上砸了下去 砸下去的瞬间 周颖的心也碎了一地 再无修复的可能了 从前她有多心疼这个男人 此刻就有多希望她去死 许婷婷吓了一跳 心虚着不敢说话 正洁一愣 抱着满脸湿血的脑袋 对周颖吼道 你疯了吗 你是把我砸死吗 暴怒到极致的周颖 反而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是你刚才说 要打就打你 不要打你儿子吗 正洁狠狠地盯着周颖 打了电话给他妈 就带着许婷婷走了 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周颖站在窗户那边 默默地流泪 人为什么要结婚 当初说好的誓言 为什么会变 好没意思 大约三个多小时的时候 婆婆带着正洁回来了 周颖看着包扎好的正洁 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想必是挨磨大于心死吧 婆婆一反往常 那副乱乎乎的模样 她拉着周颖的手 坐下来叹了口气 都是我老郑家造孽呀 媳妇你受委屈了 我已经打了正洁这臭小子了 欠不该万不该 他不能在外面这样乱来 我问过了 他不是故意的 你听听他给你解释 周颖心里冷横 说了半天 到底是站在自己儿子那边 正洁开口 最近部门很忙 印刷很多 你是知道的 许婷婷是我别的部门的同事 那天喝多了 不知道怎么的 就发生不该发生的事 是我的错 孩子是无辜的 你能不能 周颖嘴角一扯 扯出一抹冷相 总算讲到重点了 能不能什么 你说清楚 你能不能 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我妈会带的 你不会见到这个孩子的 我们也会生孩子的 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 你说好不好 郑洁边说 边想去拉周颖的手 周颖躲开了 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还是在痴人说梦啊 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觉得我有那么大度 可以容许你外面的贱人 生下你的野种吗 郑洁不管不顾 那你要我怎么办 备孕这么久 你怀上了吗 你立假调理那么久 还是老样子 你根本就不能生孩子 又不是我的问题 我想当爸爸有错吗 老家的人都说 我是不是吃软饭的 这么多年都没生孩子 我屁也不敢放一个 我还是个男人吗 周颖不堪示弱地 吼了回去 你他妈以为我愿意这样 我喝了多少中药 每天都在锻炼身体 连试管一二五都去做了 没有怀上 你以为我心里不难受吗 我花了多少精力 多少钱去为了生个孩子 你没看到吗 周颖深呼吸了一下 狠力地开口 这不是你可以在外面 给我弄出个私生子的理由 信正的 只要我在这个家 我绝对不会允许外面的贱人野种 进这个家门的 你别忘了 这套房子是在我的名下 属于婚前财产 郑杰气急败坏 你是有钱又怎样 你又不能生 难不成 还不允许我找个能生的女人吗 人就是这样 你觉得你憋居够了 他还觉得憋坏了的正是他自己 有时候爱到深处便是恨 从前周颖有多爱郑杰 此刻就有多恨 周颖看着郑杰 舅舅没有说话 婆婆眼瞧着两人之间的不对劲 赶紧上前却说 有话好好说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闹成这样 让别人看笑话 媳妇你先消消气 我把这臭小子 赶到我住的那边 说着 婆婆急忙推着郑杰走出去了 之前周颖怕婆媳相处会有矛盾 所以在同个小区 给婆婆租了套房子 周颖也没心思待在家里 拿起钥匙就出门了 去找他嫂子了 第二天晚上 郑杰回来立马跟周颖认错 他保证他会让许婷婷打掉孩子 不会再跟他联系了 请他原谅自己一次 以后绝不再犯 周颖没有回应 只是跟郑杰冷战了起来 郑杰心里略微放松 一场闹剧 似乎就这样结束了 郑杰越发忙碌了 有时候常常背着自己 拿着手机快速地打字 周颖看着他 沉入了深思 这个男人 他越来越看不清了 周颖要出差两个礼拜 郑杰面上表示依不舍 心里却暗爽 周颖看着他的反应 心更猛了 周颖前脚刚走 郑杰后脚 就跟着溜到许婷婷那儿了 周颖其实没有出差 他只是想摸清楚 事实的真相而已 他不知道为什么 婆婆竟然会站到他那边 他不知道郑杰 是不是真的悔改 周颖坐在广场边上 打开了电脑 准备欣赏一部电视剧了 周颖之前 给婆婆租那套房子之前 周颖的歌嫂有提醒 让他装个有声监控 以备后患 想来哥哥 黑白两道混了多年 见得人和事更多吧 看着摄像头传来的画面和声音 终于笑出了眼泪 画面那头 婆婆正好 把炖的汤和菜 殷勤地放在了 许婷婷的面前 郑杰更是一只夹菜 给许婷婷 多吃点 我儿子才会长得白白胖胖 许婷婷笑得灿烂 你说你都要当爸爸了 怎么还这么笨 还是妈聪明 知道先稳住周颖 婆婆一脸得意 那是 周颖那不能下蛋的母鸡 竟然敢让你打掉孩子 也不看看我们老郑家 是谁当家做主 要不是看她娘家有钱 看我不收拾她 儿子 你先好好哄着周颖 多弄些钱来 我们老郑家的大孙子 可是很金贵的 婆婆又拍了拍 许婷婷的手 这段时间就先委屈你了 郑杰先陪着你 等周颖回来后 郑杰再回去陪她 现在最重要的是 等孩子生下来 有了孩子 你就什么都有了 如果旁人不知情 那些欢声笑语看起来 就像是一家人 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喜悦 一个人的欲望过多 那么相应的 她会缺少智慧 郑杰一家 把周颖当成傻子来看待了 可周颖 并不是那个 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幸好 周颖庆幸自己是有钱的 有钱真的太好办事了 在自家歌嗣的帮助下 没过多久 周颖就拿到一个 厚厚的档案袋 原来还真的是许婷婷 设了个局 引郑杰入温的 许婷婷本来就在 好几个男人中间周旋 她怀了孕 但是她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那些男人背后实力太强 许婷婷不敢借此伤位 许婷婷觉得郑杰 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人也很上进 长得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她听说 郑杰一直想要有孩子 而周颖心听不韵 所以许婷婷 有了条后路 就讹上了郑杰 周颖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只是立架不调比较严重 不是不韵 但那些爱嚼舌根的人所赐 周颖也是看清楚郑杰的为人了 分到最后 周颖张大了嘴巴 原来婆婆竟然知道 许婷婷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郑杰的 婆婆是在一次偷听 许婷婷跟家里打电话才知道 郑杰当了冤大头 可是婆婆并不为意 因为郑杰不是婆婆的亲生儿子 郑杰的亲妈 在她一岁左右的时候就不在了 再加上许婷婷 总是有意无意地 透露自己农村的房子 快要拆迁了 他们家可以分到 好几套房子和拆迁款 婆婆为了两头都能拿到钱 所以才积极地 掺和这些破事 郑杰哪里会知道这些 她一直以为自己不够好 才得不到婆婆的宠爱 那些得不到宠爱的孩子 一旦得到父母的一丝关怀 她一定会格外高兴 可怜的郑杰 并不知道对于婆婆来说 她只是婆婆 从周郁和许婷婷这里 拿钱的桥梁而已 人心果然险恶 周郁想 试试看龙暖 身边逐高地 故事轻生的 果然可以随意见她 别人的钱 能要到自己手上就好了 那些烂人破事 再怎么纠缠 无论何种结局 注定都是输家 周郁决定抽身而退 周郁提了离婚 郑杰和婆婆都不同意 也对 怎么会同意 周郁说不同意也可以 那么就访院见 婚内出轨 小三怀孕可以做鉴定 而且她会闹得人尽皆知 听说 你们公司的人 还不知道你们这事 你们玩得挺紧的 郑杰还想说什么 周郁说 别想着什么财产 一人一半 非要我把我哥请完 我怕你的小命会没掉 你还怎么洗当爹呢 郑杰退缩了 周郁的哥哥 是一个黑白两刀通吃的人 婆婆翻脸比翻书还快 举着周郁破口大骂 周郁凑到她耳旁 轻轻说了一句 郑杰不是你儿子 而且她要当便宜爸爸 许婷婷毕竟有钱 你见好就收 不然到最后 你什么都拿不到 我不大惊失责 瞪着周郁 一句话都说不出 周郁瞧着二人那怂样 催着郑杰去了民政局 从此 一本薄薄的证 十年感情 从此分到扬镳 半年后 周郁在商场 偶遇了从前 跟郑杰的共同朋友 那个朋友说 你强婆婆到处炫耀 那个许婷婷生了个儿子 她还说 因为你这么过祸害 让他们这么晚 才抱上孙子 好在老天有眼 郑杰总算脱离苦海了 周郁呵呵一笑 没说什么 年度奥斯卡大奖 非钱婆婆莫数了 朋友犹豫了一下 想问却没有问出来 周郁直接说 你有话就说 没关系的 我不信仪恨 仲杰说 你 你跟别人好上了 把她抛弃了 她才找别的女人呢 我一直觉得 你们在一起十年 离婚太可惜了 周郁冷笑 我不容易怀上孩子 能跟谁好上 毕竟是难堪的事 周郁也没多说 就跟朋友说先走一步了 转过山来 周郁却乐了 她本不想对人赶紧杀绝的 无奈别人死活要撞上来 行吧 就像网上那些鸡汤常说 要懂得抓住机遇 周郁不能对不起这送上门的机会 隔天 周郁寄了个快件给郑姐 里面是那袋档案袋 还夹着一张纸条 恭喜你到了人生巅峰 希望你看完后 还能笑得出来 于前婆婆 许婷婷老家 拆迁是确有其事 只不过她家的房子 不在拆迁的范围内 到头来 她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于郑姐 她媳妇生的孩子不是她的 那些让人无法接受的真相正等着她 估计她会直接跌落人生底骨 对于周郁 人生苦短即是行恶 不与烂人烂舌纠缠 便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